致力民生 新闻力量 破解交通瓶颈 让城市发展畅通无阻 沈阳丁香16公里道口矿购桥已完工 工厂其实整理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是穿越铁路的工厂 所以我们基本要做到一劳永逸 工程一次成型 沈阳还有多处铁路道口 正在实施平改立工程 稍后一起去看看 秋菜陆续上市 专属东北人的仪式感正式开启 冬天大冲得天天用的 三块 今年秋菜市场价格如何 哪些秋菜最受欢迎 从优居到优居 公租房开启全新幸福生活 非常好 这个是我们的厨房 来前这里头 这些个卤锯 吸油烟机都带来的 这一切牌都有 进来就可以直接做饭 沈阳申请公租房实施全市通办 具体咋操作 沈阳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铁路干线四通八达 过去熙熙攘攘的人群 在铁路道口两侧排队等火车通过的场面 曾经是一道特别的城市里的风景 然而随着都市日新月异的发展 穿城而过的铁路 也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 为了让道路通行更加顺畅 附近居民出行更加安全 沈阳全面推进了铁路道口 平改立工程 那么新北方也曾经多次进行报道过 那最近我们记者又走访了 多处平改立施工现场 那今天咱们先去丁香和16公里道口看看 那里有着怎样的新进展 我现在是来到了沈阳市 于洪区广业西路 那么经常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肯定对这个地方不陌生 这里正在进行的就是丁香道口 以及16公里铁路道口的平改立工程 那大家可以跟着镜头来看一下 目前这两个工程的新建框构桥 已经是全部完工了 正在进行两侧的引道的施工 记者从沈阳市市政公用局了解到 丁香16公里道口平改立项目 西起304国道 中至丁香铁路道口已东 其中主路穿越铁路16公里道口处 新建框构桥一座 穿越铁路丁香道口处 新建框构桥三座 设计为双向六车道 刘旭介绍说 由于施工区域周边居民区密集 交通比较繁忙 因此施工场地比较有限 这也给施工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工程其实整体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是穿越铁路的工程 所以我们基本要做到一劳永逸 工程依次成型 工程的设计 全长的宽度是36米 导致整体基本占满了施生红线 对排行工程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我们近期 包括一直协调附近的商户 然后通过各种工序 施工措施 基本现在已经排行工程的各种方案 已经成型 各项排行工程基本已经完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身旁这两条非常粗的管道 就是临时新建的热力管线了 由于平改立工程的施工 将原有的工程管线给掐断了 但是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逐渐要进入到冬季 开始供暖了 因此施工方也是临时 接了两条工程管线 满足附近区域的居民的 冬天供暖的需求 我们了解到整个平改立工程 不仅改变了这一地区 混乱的交通现状 而且还将给水排水等一些 附属的管道设施 重新进行辐射 这样一来工程完工之后 周边居民不仅出行 便利多了 而且生活方面 也会有一个全新的改变 我们施市政工程局 结合铁路到口平改立工程 对周边涉及到的给水 排水 通信热力等管线 也同步进行了改造 这样能够永久地解决 周边区域的积水问题 方便周边居民的生活 所谓平改立就是将以前铁路与公路 在平地上的交叉 更改为立交桥式的交叉 或铁路在上 公路在下 或公路在上 铁路在下 记者在丁香铁路道口现场采访时发现 该铁路道口客运货运吞吐量大 来往火车十分频繁 在平改立工程实施之前 两侧来往车辆必须等待列车通过之后 才能通行 如果想快速通行 就要选择从北一路绕行较远的距离 周边居民出行存在一定困难 而随着平改立工程施工建设 这种情况将彻底被改变 在平改立工程修建之前 此处一共是两处铁路道口 一共设计要的是五处铁路线路 五条铁路线路 那么对周边百姓的出行 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 铁路通行的车辆来往比较多 铁路封闭的时候 少则是十多分钟 多了一两个小时 工程修建完成之后 广业西路侧的居民 通向304国道的居民 可以直接从铁路下方行驶 火车在铁路上方通过 利交道口两方互不影响 现如今列车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密度越来越大 铁路道口的交通流量 也在逐渐的加大 这安全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铁路道口平改立工程 不仅有利于咱们城市里面的 内部交通通行 更能消除不少的安全隐患 目前沈阳共有四项平改立工程 正在同步的向前推进 这样咱们再到另外两处施工现场 去看一看进展 看过了丁香铁路道口之后 我们一路向东 现在是来到了大鱼铁路道口 平改立工程的施工现场 那纵观整个现场 这里的施工进展是非常快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 就是新建的两座矿购桥了 它们是双向四车道 未来机动车辆就将走行 我身后新建的矿购桥 来实现快速通行 彻底与铁路的线路分支还来 我们这个现在的施工场地 是广业路道口平改立工程 目前正在进行幽灯桥施工 咱们现在是对已经完成施工的场地 进行道路回田 基本上在11月上学 完成全部的土建工程 在11月到12月期间 完成剩余的风雨棚施工 及蹦站施工 记者了解到 大鱼广业路道口平改立项目 工程起点为广业西路 终点为广业路 项目建设包括机动车道 和非机动车道两部分 能够实现机飞分离 保障来往车辆行人安全 此处的铁路道口 是大鱼铁路道口 主要是影响从铁西 通向鱼虹这么一个区域 来往的行人 在这里也需要等一定的时间 因为是一条单行的铁路 居民如果遇到日常的火车通行 无法通过 都需要等待 本项工程是本年度3月份开工 计划是明年5月份彻底完工 本年度完成土建工程 明年5月份彻底具备通车条件 丁香16公里道口 和大鱼铁路道口平改立工程完成后 将极大提升周边地区的出行体验 有效缓解交通压力 完善城市路网结构 丁香铁路道口平改立工程 大鱼铁路道口平改立工程建成后 结合市城市建设局建设的 困山西路高压桥 将实现铁锡 余鸿区的快速连通 由广业西路 304国道重工间 到红西台高速口的快速连通 路网工程 除此之外 沈阳还在全力推进 东辽队铁路道口和文大路下川长大铁路矿购桥工程的实施 目前我们在建的一共是四处平改立工程 大鱼道口和丁香道口已经在施工 还有东辽阶铁路道口和文大下川长大铁路矿购桥工程 目前文大下川长大铁路矿购桥工程正在铁路进行冲突审核 在冲突审核完毕后 我们在办理相关的前级手续 预计明年年底能够进场施工 另外东辽阶铁路道口平改立工程 目前基本完成了前级手续 正在进行部分管线的排线施工 明年主体工程具备施工进场条件 随着铁路道口平改立工程的不断推进 在路口等火车这个场景 恐怕真的要成为史阳的历史了 未来地面交通将会与列车运行分离 行人车辆将不再与过往的列车有互动的可能性 一处处立体交通格局的行程 终将成为我们这座城市崭新的亮丽风景 今天是周日 赶上天气不错 很多朋友都走到户外去感受一下秋日暖阳 今天我们也迎来了双降节气 这是一个从秋天向冬天过渡的节气 也是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时间节点 早起出门还得穿着羽绒服呢 中午太阳底下一晒 又冒上汗了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双降节气 那这也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那进入双降节气之后呢 深秋的景象就感觉更明显了一点 而且呢也表示我们进入到了一个 稀微下降 昼夜温差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段 那像今天白天呢 想的室外的最高温呢 照比昨天是略有下降 最高温是13度 那最低温呢也是接近了零度 尤其是在今天早间的时候 感觉寒意更明显了一点 相信不少早上出门的朋友都感觉 一出门感觉特别的凉 那到了白天90点钟的时候 太阳也出来了 太阳出来之后呢 感觉就没有那么冷了 反而在阳光的照耀下呢 感觉有点暖洋洋的 今天天气非常好 有啥的万里乌云 你看看那个晴空万里的 尤其今天温度也挺好 入冬前的最暖的时机 但是已经是双降了 是吧 天气和那个以前是不一样的 早上起来的多年的就是少了 我觉得还挺舒适的 但是有点风 就是给孩子带点微博 就还挺好的 我穿的羽绒服 因为我比较怕冷 所以我就觉得就别涂着好看了 就是还是保暖为主 今天天气有一点点凉 但是有阳光的地方就很暖和 那说一下我们现在 在室外的一个感受 像今天呢 我穿了一个比较厚的外套 那走在阳光下的时候呢 感觉还是比较暖和的 但是走到阴凉处的时候 当风吹起来的时候啊 还是能感受到一丝凉意的 那今天呢 我们也观察到 今天室外的这个大家伙 普遍的着装呢 会选择一件比较轻薄的外套 那虽然呢 今天室外的温度是有所下降的 但仍旧是一个 比较舒适的一个好天气 那这样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呢 也吸引了不少老年人 特意来到户外来晒太阳 享受一下秋日的暖阳 秋天就是晒太阳嘛 主要上的我们都上市了 再上的就是说 为了自己对身体健康嘛 那个多需要那个阳光 日光玉 是吧 增加那个身体的 那个身体健康的因素 晒太阳能补充维生素第三 完了老年人不缺钙 骨子疏松都有好处 感觉还挺舒服的 感觉挺舒服 根据目前的天气报显示呢 在下周二周三 气温会有所回升 但升温的幅度不大 那现在这个阶段呢 气温也是比较起伏不定的 而且呢 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 像明天的这个最低温呢 就到了零度 所以说呢 也提醒一下大家伙 在外出的着装选择上面 还是要以保暖为主 另外呢 我们在早晚 有室外活动的朋友呢 出门一定要多穿 要注意保暖 秋气堪杯未必然 清寒正式可人天 其实这样微凉的天气里呢 挺适合做一些户外运动的 像水阳有不少公园的风景 正当时 又赶上周末 不少市民都跟家人朋友 出来散散步放松一下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欣赏秋日的美景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小阳的南红公园 那今天呢是周末 又正好赶上蓝天白云 阳光明媚的这样一个好天气 所以公园当中呢 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这里休闲放松 我们也观察到哈 今天的南红公园当中呢 不少的家长 特意带着孩子来到这儿 大家通过去都能看到 像我手边的这个卡钉车 以及这个图石膏 这些这个游乐项目呢 也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今天还行 天气不算冷也不算热 所以出来玩挺好 心情很愉快呀 陪孩子出来玩 平时也挺忙 就周末能有空陪孩子出来玩 所以只要是周末学校不忙的话 就俩孩子出来玩 孩子上了一星期幼儿园 就出来带着玩一会儿 沈阳市民官女士 就住在南湖公园附近 今天趁着好天气 她特意带女儿出来玩 记者注意到 官女士的女儿玩得非常投入 她的妈妈就坐在旁边看着她 阳光洒在这对母女的身上 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卷 今天不是周末吗 然后那个孩子放假 平时也没有什么时间出来玩 我就想今天趁这个天还不错 天挺晴的 带她出来玩一玩 我觉得那边那个秀林 什么也挺好看 然后一些那个阿姨 叔叔他们在那 有些活动 我觉得有时候看他们 在那唱歌跳舞特别解压 挺好的 因为家住挺近的 步行就能到 就有的时候开车到一些地方 不是特别方便 停车费劲 然后这就比方便 我们居民到附近溜溜的 然后护下新鲜空气 比那个在山上里好一些 来到公园当中 欣赏一下秋日的 落叶纷飞 也是一种别样的美景 那今天由于天气比较晴朗 公园当中 这个乘船游湖的项目 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 大家通过镜头能看到 目前这个湖面上就有 这个十几只游船 正在进行游湖 那像这样的水上的 户外项目呢 现在今年已经接近了尾声 大家伙呢 也是赶忙地抓紧 最后这几天 天气比较晴朗的时间 来体验一下游湖的快乐 也是赶上周六和周天嘛 然后赶上周五 太阳 然后天也暖和 就大家还得出来玩一玩 那怎么想想要坐船的呢 它比较小 坐的次数也少 然后它也喜欢比较玩 它也比较爱喜欢玩吧 就是看看湖 看看周边 看看旁边的风景 主要是坐船 秋天的树叶变成 不一样的颜色 想来看一看 今天跟谁来的呀 哥哥姐姐 今天特别开心 看放松 跟春夏时节的 百花齐放不同 双降时节有着独特的 我们北方的暮秋之美 天高云淡 非常适合登高望远 放松心情 那么双降节气来了 是否意味着就要下霜了呢 冬天的脚步越来越近 这气温还有没有可能反弹呢 稍后的都市气象战 咱们详细说 秋菜陆续上市 转属东北人的仪式感 正式开启 冬天大松得天天用的 三块 今年秋菜市场价格如何 哪些秋菜最受欢迎 反复咳 痰 喘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补肺丸 补肺益气 只可平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糖多糖年 补补肺吧 满腹创 补补肺吧 补肺完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息 干啥都给你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在我国 血脂异常人数 已超4亿 血脂异常 是导致性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容易引发急性一线炎 冠心病 心肌梗死等 如果血脂出现了异常 一定要重视 找发现 找治疗 日常对症患者 可以用脚骨栏等中药进行调理 血脂健康 身体才能健康 红云脚骨栏关爱血脂健康中国血 引邀您共同参与 红云脚骨栏 对症治疗 心肌气短 胸闷之麻 眩晕头痛 健忘耳鸣 自汗乏力等高血脂症 常见症状 中药降血脂 快用国药准字 红云治药 脚骨栏总肝胶囊 红云治药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做人 做人 讲良心 诚信 走天下 成立身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今天是双降节气 正是一派晚秋美景 不过昼夜温差之大 也让我们领教了 什么是一日过两季 双降节气期间 天气都有哪些特点呢 明天周一又是上班上学的日子了 具体的天气如何 咱们听袁倩说说 风卷青云进 空天万里霜 今天我们迎来了双降节气 这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这个节气的到来 也意味着 暮秋已至 新冬 欲来 还是凉 还是有点凉 比以前凉不少 反正今天感觉还是挺好 感觉挺挺好的 阳光挺充足的 空气也挺好 风也不是太大 还行 双降呢 并不意味着降霜 而是说气温骤降 昼夜温差加大 那么就全国平均而言呢 双降是一年当中 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 从1991年到2020年的 气象大数据显示 在省汇级城市 昼夜温差排行榜来看 前十名几乎都是北方城市 西宁凭借14.8度排名第一 拉萨第二 太原排名第三 沈阳则排名第七位 昼夜温差是11.7度 最近晴朗的天气 好似是按下了单曲循环键 我们看到阳光是格外的灿烂 所以心情也特别的美丽 不过从昨天开始呢 冷空气已经开始进入到辽宁了 所以说气温也开始下降了 特别是今天早上一出门的时候 感觉到凉意席卷全身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凉的 还是凉了 我看您今天也没手穿是吗 穿着穿毛衣说的 穿了个毛衣 里面穿的是衬衣 然后外面加了个毛衣 对对 这还是有阳光的地方 要是没有阳光的地方 冷 冷 你这些衣服不够用了 对对对 有点冷 有阳光还行 根据中国天气网 通过盘点气象大数据发现 双降节气期间 我国天气舞台相对平静 南方的对流性天气减少减弱 带有夏季特征的暴雨 高温以及台风等灾害性天气 陆续的退出了天气舞台 而与此同时呢 北方的冷空气还没有形成气候 带有冬季特征的寒潮 暴雪等灾害性天气 尚未全面的登场 因此我国大部分城市 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 预警的发布量也就相对最少了 在双降节气之后呢 天气是越发的寒冷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适当的进补 那么俗话说呢 一年补透透 不如补双降 也就是说在双降节气之后 要适当的进补 北方人呢 都喜欢吃一些牛肉来越寒 而这个时候呢 又是柿子成熟的季节 那柿子呢 是富含维生素C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吃一些柿子 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而且呢 在双降节气前后呢 大家要注意适当的进补 以及适当的饮食 沈阳晴零下4到14度 大连晴8到15度 安山晴3到13度 辅顺晴零下5到11度 本西晴零下1到13度 丹东晴1到14度 锦州晴2到17度 迎口晴2到15度 复心晴零下4到15度 辅阳晴零下1到14度 田领晴零下3到12度 朝阳晴零下1到19度 盘颈晴2到15度 葫芦岛晴零下1到16度 眼下正是暮秋时节 适合赏秋夜贴秋标出游 进补正当时 那说到眼下最应景的一件事 恐怕就得是屯秋菜了 这可是咱东北人入冬之前 最为重要的一个仪式感 那么今年秋菜价格如何 哪些菜卖得最好呢 咱们一块去逛逛菜市场 那我现在就来到了 沙阳市南塔街的一处秋菜售卖点 那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秋菜呢 主要是以白菜和大葱为主 那我刚才也在这里面观察了一圈 发现有很多附近的居民前来选购 今天就是看看吧 现在刚出了秋菜 从价格好像跟往年差不多吧 这一会儿三十块钱 这一会儿三十块钱 大概都多少块能看 能有四十多块 冬天大葱得天天用的 真好 所以就屯了我们两会儿是吧 三会儿 三会儿 那我刚才呢 也跟售卖秋菜的商户了解的 那今年呢 大家伙来囤秋菜的这个时间呢 要比往年提前了不少 那同时呢 像这个大白菜的价格呢 那照比往年啊 基本上是持平的 但是大葱的价格呢 那照比去年呢 是有所下降的 大概每斤便宜了两三毛钱左右 麻女士告诉记者 她今天早上七点就出来了 不到一个上午的时间 货车里的白菜 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现在一万 这些没有了就一万多了 一万一了 一般就是一千 卖到一千 因为下午黑天早 人没得也早 大葱啊 大葱啊 三十千斤吧 虽然现在吃喝都不愁 就算是大冬天里 菜市场也是啥都有 但是东北人屯秋菜这个习俗 还是一辈一辈地传了下来 它更像是一种情怀吧 像我身边有一些90后 也纷纷都成家立业了 有人今年就刚刚加入了 囤菜大军 忙的是一不亦乐乎啊 同时呢 脑海当中也有不少的小问号 毕竟秋菜的挑选 晾晒还有储存 都有不少的门道呢 咱们也听听大家伙 都有哪些经验 一起来分享分享 记者走访秋菜市场发现 市民选购的秋菜 主要以大葱和大白菜为主 主要储存的就是 萝卜 土豆 地瓜 大葱 大白菜 而鱼跟头淹在咸菜上的 每每到了10月 沈阳的很多市民 就开启了囤菜模式 东北秋菜的品种繁多 如何选购更优质的菜品 市民们的小妙招 也是数不胜数 记者通过采讨也了解到 像挑选大葱 一定要买大的粗壮的 且要选择葱白多 上下一般粗的 我就知道这个葱 一按挺硬的 他说是那个铁杆大葱 完我就买了 有的那个硬磨特别圆磨 完我就感觉那好像不好吧 完一到开始都干嘛都没了 完这个吧 一直都挺硬的 里边都挺好的 选硬的葱是吧 对 商户告诉记者 除了大葱以外 挑选白菜要以食用性为主 像青斑白菜个头大更耐储存 但它主要适合炖菜 而黄色的大白菜更适合做辣白菜 我就买那个满芯的 绿瓣的 绿瓣的 绿瓣白的好吃 这个白的多好 怎么放出来这白的多好 你看芯都满着呢 哦 挑这种芯比较满的 它那可好 它那可多好 你看瓣小 外边瓣少 买这种瓣少的 外边瓣少啊 它不少在分量吗 白菜我愿意买那个就是绿瓣的 不要太白的 那个芯特别硬的 那我感觉好像 爱烂的 鸡酸菜我一般我选绿瓣的 不要那个芯特别实的那种事的 稍微松散一点 我感觉那种事的腌的透 记者观察到 池女士今天买了不少秋菜 她的小推车里 装满了大葱和芋头 她告诉记者 她最近在网上新学了一种咸菜 就是用芋根头制作的 她准备多做几罐 拿去给儿女尝尝 芋根头 我要跟网上学的 就切成丝 切丝 完了怎么制作过程 最后搁那个辣椒 我搁什么芝麻 什么各种佐料 完了一搅完一半靠吃了 就是做咸菜是吧 完了就搁那个玻璃罐 放能吃好长时间她也不会 你感觉这鸡头光流点的 别有虫眼的 就唱多就行 看大伙的那挑秋菜 隔着屏幕 我感觉这个酸菜炖排骨 应该离我们是不远了 还有家家户户都可以扔到酱缸里面 那种自制的小咸菜 特别的下饭 囤秋菜 其实让我们是享受到了 秋天丰盛的那份喜悦 白菜 大萝卜 大葱 土豆 各家各户都会把菜 码得整整齐齐的 冬日里 北方的餐桌上最少不了的 就是各种的白菜 什么白菜这儿饺子 白菜炖粉条子 妈妈们还会腌辣白菜 鸡酸菜 除了这些 大自然还会给我们很多的馈赠 正所谓风色萧萧 生麦笼 车生碌碌 满鱼糖 眼下咱们辽宁人的餐桌啊 是特别丰盛的一个时期 你像满黄的河蟹 还有非常肥美的飞蟹 甜美多汁的辽风葡萄 亲人心脾的南果梨等等等等 有网友说 如果秋天的白菜囤少了 就感觉这个冬天 像过得不完整似的 还有网友说 我打小呢 在农村长大 秋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 各家各户 全都在忙着秋收特别热闹 双江时节 快来晒晒你家秋日的餐桌 都有哪些硬进的美食 有什么进步的庙方 一起分享 从幽居到幽居 公租房开启全新幸福生活 非常好 这个是我们的厨房 来前这里头 这些个楼具 吸油烟机都带来的 这一些盆都有 进入就可以直接做饭 沈阳申请公租房实施全市通办 具体咋操作 表达 你 反复咳 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在我国 血脂异常人数已超4亿 血脂异常是导致性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容易引发急性胰腺炎 冠心病 心肌梗死等 如果血脂出现了异常 一定要重视 找发现 找治疗 日常对症患者可以用脚骨栏等中药进行调理 血脂健康 身体才能健康 红云脚骨栏关爱血脂健康中国协议 邀您共同参与 红云脚骨栏对症治疗 心肌气短 胸闷之麻 眩晕头痛 健忘耳鸣 自汗乏力等高血脂症 常见症状 中药降血脂 快用国药准字 红云治药 脚骨栏总肝胶囊 红云治药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住房问题关系着民生福祉 关系着千家万户 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 住房保障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近些年 沈阳从连租房 经济试用房保障 逐步建立起了 以公租房保障为主的 住房保障体系 通过发放租赁补贴 和食物配租并举的方式 解决了一些人群的住房困难问题 史阳的张先生就在四年前 申请到了公租房 在这里开启了他的全新生活 门口有保安指港 进门需要进行人脸识别 坐电梯需要有业主卡 这一系列的规范管理 对于四年前的张延峰来说 想都不敢想 这个是我们的卫生间 来的时候这个灯啊 坐边淋浴器等的里头 完成或者都有 非常好 这个是我们的厨房 来前呢 这里头这些个卤具 吸油烟机都带来的 这一些盆都有 进入就可以直接做饭 张延峰租住的房子 在十二楼南向 一进门满屋的阳光扑面而来 虽然房间不大却收拾得格外干净 都是37点几 这个房子 它的租金的每月呢 就是430块钱 430块钱包括就是物业费 电梯费和房费 这三大项 张延峰告诉记者 之前自己和儿子住在一起 因为孙女大了 她觉得儿子家的粮食套件 住着并不方便 虽然儿子十分孝顺 但她还是选择申请了公租房 如今看来 这个选择是对的 因为在这儿 她不仅住得舒心 还遇到了自己的有缘人 在下边这个 那个小广场里 压腿 坐那个单杆的时候 哎呀相互老可 就这么慢慢一来二去 我们就认识了 除了小区配套权以外 服务也十分周到 房屋自带的装修 无论出现什么问题 都有人帮忙维护解决 大道液水器 还有沿脊 小道那个垫 垫里那个垫砸了 开管了 插座了 还有那个水龙头了 窗帘杆也都管 像那窗玻璃啥坏了 也都管 我们为什么管这么细腻 因为他们属于住房 是不是 他们都住前 你窗帘杆了 衣柜了 床了 住房的时候这些进入都有 所以我们都给维护 2012年以来 沿杨市政府已经累计 投入保障资金 128.6亿元 累计实施保障 约20.4万户 目前正在享受 住房保障的家庭 有8.16万户 其中领取租赁补贴的家庭 3.46万户 食物配租家庭 4.7万套 尤其是近年来 通过不断地提升居住品质 越来越多的保障家庭 获得了更多的归属感 红汇园项目 位于沈阳市余虹区 红汇路20号 是沈阳市政府投资建设的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之一 产权单位为 沈阳市房产事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2018年7月 建设完成交付使用 10月份所有房源的配租完成 共有10栋住宅 1507套房源 解决了部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 外来务工人员 新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的 住房困难问题 有204、102、187、186 四趟公交车 四站就能到属于地铁口 迎闭路地铁口 周边还有渔空区人民医院 有加勒服、新马特 两个大型的商场 广大住户看病 出行、购物都挺方便 我们房房亚集团管辖的 共住房项目目前有10个 房源有3万多套 比较知名的比如说 雪莲雅居、红绘园、西亚家园等 我们现在所在的项目就是红绘园 这个项目是18年10月份开始入住的 目前入住率已经超过90%了 我们这个项目的户型主要是单室 面积的话35到44 租金的话是360到460之间 目前沈阳全市公租房建设及收购项目 共有21个5.13万套 以累计分配入住19个项目 4.7万套房源 公租房项目由政府投资 两家国有企业负责园区运营管理 我们这个小区特殊就特殊在这 因为真难为我们小区的物业的这几个领导们 真难为他们了 记者了解到除了张延峰这样的老年群体 还有一些大中企业 学校环卫交通医疗等企事业单位的住房困难群体 享受到了公租房政策的实惠 截至目前企事业单位的基层一线职工 累计配租11,375户 私承人员 青年医生 教师等群体累计配租1,011户 均转人员 师读等特殊群体累计配租1,903户 现在沈阳公租房的申请实施全市通办 采取社区受理 街道初审 区级审核 市级核准 市级审批程序 不断加强准入及退出管理 目前申请公租房是全市中等收入以下的居民 住房困难的居民 然后它需要是名下无房无车 没有营业执照 收入的话单人是在3,900以下 双人以上的话平均3,000以下 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得到房源配租的话 可以司令住房固体 沈阳的公租房申请目前是全市通办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 可以向社区去咨询 刚刚我们看到公租房虽然是面积不太大 但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基本可以做到拎包入住 而且园区的管理也越来越规范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特别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居住环境 过去大伙是幽居 就是幽绿的幽 现如今是幽居 幽美的幽 虽然同音 但是不同字 这一字之差带来的是生活的巨大变化 是城市巨幅变迁 这也是民生改善最为生动 最为有力的主角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 我们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回望过去总有一些人 一些事给我们留下难忘的记忆 也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我的这十年你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呢 今年五一的时候我回到了家乡父心 也是和父亲这一块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景点 那前一天晚上有雨下了大雨 途径的小路非常的泥泞 那当时呢我的一双白鞋还没等拍照呢 就已经脏了 那我父亲当时做了一个举动让我特别的感动 他俯下身子 用旁边的这个雨水去擦拭我的白鞋 最终呢也是擦得特别干净 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父爱真的特别的伟大 我也流下了泪水 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啊 就是在去年 我们很多的这个同学 自发奋勇的成为这个社区工作者 奋斗在抗疫的一线上 和我们平时看到他们 就是很救生困养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那时候感觉到他们好像一夜之间 变成了一个大人 我最难忘的是有一次 我们在早欧风的车辆交通结束之后呢 会发现很多的上班族 他会帮车辆呢 在这个纸巾的天车框主动摆好 而且在车尾和车头 会流出一定预留距离 最主要的是 他会将车内的一些垃圾 比如说纸巾啊 早餐盒啊 豆浆杯啊 直接随时带走 我也是觉得咱们这个 沙昂市民的素质越来越高 头几年的时候没有轻轻车 我们用自己的道区驴去推 推这一车垃圾啊 可沉可沉了 我有时候把它装不下 我就这个落成高 落成高 你完才就有时候装不好 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有个年轻的小伙啊 就是大姨我帮你拿 就非得要帮我拿 我说的不用不用 高级不用 因为啥你们都工作 赶紧 这个东西太涨了 我那小伙也非得要帮我拿 说你没事 没事 大姨你就说我那个 别这么大岁数了 干这不容易 非得帮我坐车上 我也说这孩子 差不了 肯定俩回来 是个孝顺的孩子 对我的印象挺深的 我最难忘的事就是我当劳门那年 那是2016年 当上这个劳门我觉得无上的光荣 这个劳门实际上是一个称号 但是这个称号是蕴含着我多年的工作努力 在社区工作了17年 可以说把社区的每个角落都走到了 社区的这些弱势群体 特殊群体 我都掌握在我的脑子里 所以这个劳门 我觉得对我还是一个进一步的鼓励 爸爸感谢你从小到大 居我所有的宠爱 余生我只想好好地去照顾你 希望你健康 希望我的同学们 在以后未来的生活当中 继续努力加油 投身到我们家乡的建设从来 我们都为实验更好明天 和实验越来越好的工作秩序 你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和一份奉献吗 太感兴了 我一听了这个话吧 我的心里就特别地暖和 热和 因为我的工作没有白干 我觉得我更加爱这个社区工作了 而且应该越做越好 也对得起我这个劳模的称号 十年有很多难忘的经历 有很多抹不去的记忆 值得我们珍藏 也让我们更加感恩 今天所有的拥有 相信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 都是最美的奋斗者 今天的互动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老杯粉 老兵老刘的留言 猪霞晚上好 老刘大哥晚上好 我感觉现在每天跟老刘大哥互动 都成为新北方的一个保留项目了 老刘大哥说 虽然现在各个季节各种菜都能买得到 但是一到囤菜季 我还是乐此不疲地开启了囤菜模式 现在我已经囤上了大白菜 大葱还有大萝卜等等 囤的是快乐 是小时候的味道和回忆 我还准备再囤上一些血绿红 芋头还有芋头鹰子 小辣椒小土豆啥的 再晒上点萝卜干姜豆干等等 腌制成咸菜 到时候喝着粥 就着小咸菜 好吃着呢 今天晚上我家吃的是大白菜炖土豆 用大骨头熬的汤 放上五花肉 炖得香气扑鼻 炖好了 赶紧盛出来 就上辣酱或者是蒜酱 再配上大米饭 那叫一个香 我是连吃两大碗呢 一会儿看完新北方啊 我可得出去溜溜 消化消化神 老刘大哥 看完您的留言 我是深深的咽了一个口水啊 虽然就是简单的白菜炖土豆 但是里面放了五花肉 哎呦 这个香味 马上隔着屏幕就飘出来了 我感觉老刘大哥呢 最近确实是一个 人生比较悠闲一个阶段啊 因为你看儿子也结婚成家了 房子也装修完了啊 就是家里人都很健康 都很富足这样情况下 虽说完全可以放飞自我的 但是老刘大哥 依然是按部就班 到啥时候办啥事 我想这也是我们东北人的一份 喜悦和快乐吧 大家伙你们家里都囤秋菜了吗 今天晚上吃的啥 包括秋天有没有什么美照呢 后冬时间咱们聊一聊 俗话说春午秋冬 双酱节气后不宜再秋冬 双酱这天吃穿都有啥讲究 五岁萌娃说英语 六十五岁奶奶说河南方言 俩人沟通自然 毫无障碍 到底是啥情况 水阳明星迎来最佳观赏期 市民纷纷驻足 打卡拍照 暖阳续染下美如同化般 最美秋色等您来打卡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老婆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一样的车水马龙 晚上的灯火水菜 时刻提醒你 一天三顿小烧烤的魅力 可别小瞧了烧烤 在井中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妈妈说 辽宁新鲜好玩的事很多 我想赶紧长大 去发现 去体验 每一位来辽宁的人 其实在和我们一起 发现 新北方有三沟多粮箱 特约播映 天时越来越冷了 双降节气也到了 大家伙除了防新冠之外 也要注意预防 流感等一些疾病 双降期间 穿衣 饮食 都有哪些讲究呢 一起来看看 一课 产生 交流 一些双吾 已经闭输自己 那些证国,哪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新疆昌吉一对祖孙俩的特殊交流方式 五岁萌娃说英语 六十五岁奶奶说河南方言 俩人沟通自然 毫无障碍 我本身是英语老师 所以平常会带她学学英语 然后她有些听得多了 她就知道啥意思了 视频中萌娃用英文跟奶奶说想喝水 奶奶则用方言回应让她自己倒 英语和河南方言交流 全程丝毫没有违和感 原来孩子姑姑在家教孩子英语的时候 也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奶奶的听力 这一幕让大伙看到了语言环境的重要 甚至有网友大胆猜测 这位奶奶看到国外依然不影响交流 给这位听力满分 不惯孙儿的奶奶点赞 江苏城州民警接到报警 说一四岁男孩迷路了 民警再给孩子带回派出所的道上 跟孩子的聊天内容可老着笑了 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你知道吗 知道 好的 小老花转转 二手 二手 手机号码是数字1235留学 有什么卡里的联系方式吗 看看我摸摸你的小口袋里面 空的 没有 上幼儿园是不是要打卡的 有没有那个卡 有 卡呢 卡就在幼儿园 这位萌娃社交能力一流 每次都完美避开答案 同言同语 给警察叔叔逗得哈哈大笑 随后孩子家人赶到派出所 把孩子领回了家 在看个正能量 江西赣州13名消防员 完成任务归队途中 遇到了一名期许老人 在独自收割稻谷 带队班长宋海明看后 不漏忍了 带领其他12名消防员 到田地里帮助老人 在田街形成一条高效流水线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 把将近500件的稻谷 全部收割完成 并帮助老人送回了家中 男朋友这波操作 手法熟练啊 真是上个火海下个股场 给全能的消防员 点个大大的赞 这是天津00后大一新生 李同学在花样跳绳 李同学跳绳 动作帅气 姿势洒脱 时而策马扬 时而骏马奔腾 被网友称为人绳合一 李同学称自己是内蒙古人 接触跳绳已经八年多了 对于这次一跳走红 自己也感到意外 因为我们内蒙古人 本来就能隔善 我只是把骑马等草原生活 融入到了跳绳的记忆中 最后感谢大家喜欢 今天的都市朋友圈就是这些 如果您遇到感人事 有趣事 生气事难忘事 只要够精彩 赶紧将图片视频联系方式 拔到新北方都市朋友圈邮箱 搞成婚后 欢迎投稿 都市朋友圈刷新每天 咱明天接着了 今天互动时间呢 想看看大家伙 今天晚上餐桌上都吃啥了 这咋好多北粉在馋我呀 莫上花开留言 祝侠晚上好 花开你晚上好 今天周末又赶上双酱 一起去姑姑家 一大家子一起热热闹闹的 小聚了一下 还给我发了一张图 我看了一下 我看到河蟹了 我还看到左下角有 那个应该是红烧鱼吧 是吧 其他的素材我都来不及看 我仔细数了一数咱家的碗块 包括白酒杯 至少八口人 莫上花开我没说错吧 是吧 还有老有小的 热气腾腾的感觉扑面而来 有家呀 真好 再来看一条龙的留言 猪小您好 一条龙晚上好 我家住在农村小北河 小北河是在哪座城市 我们这儿呢 家家户户都有小菜园子 都不用市场去买秋菜了 我还得出去卖白菜呢 白菜晒两天 再腌酸菜 大葱板长得好 也晒两天再捆起来 我自己晒了好多的辣椒 辣椒油拌咸菜 贼下饭呢 大白菜猪肉炖粉条 酸菜炖排骨都老香了 这一条龙啊 你今天晚上没做啥 你都把我馋给我呛是吧 我这感觉好期待冬天能早点到 因为这个酸菜 必到冬天的时候才能好嘛 我在想啊 一条龙 我建议你啊 白菜就别咋出去卖了 你多积点酸菜 多放几个缸 为啥呢 因为现在啊 就城市里面 包括如果是封闭小区的话 你这个鸡酸菜 说实话味儿有点大 容易这个影响周围的邻居啊 所以说我们 就是很想去鸡酸菜 但是客观不太允许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说有谁能把自个家 这个酸菜给我送料课的话 老珍贵了 真心的 拿酸菜能交到不少好朋友 大家伙啊 这两天都吃啥了 包括您家里都囤什么秋菜了 后段时间来告诉我们 那接下来 七天的详细的天气情况 我们来看 马上就来的都市气象展 反复咳 痰 喘 喘 可能是肺部受损 肺功能减弱 补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疾牌 补肺丸 补肺益气 只咳平喘 补强肺功能 经常咳 补补肺吧 痰多痰连 补补肺吧 反复喘 补补肺吧 补肺丸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起 干啥都给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扇 错 魂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娃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娃 广州白云山陈礼继 补养 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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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余 启 书身 都市气象战 只守四季 一知冷暖 马上好 小北 马上好 钟霞 欢迎来到都市气象战 今天是双降天气了 看气温挺低 但是中午出门的时候 觉得还蛮舒适的 比前两天突然那个大降温 感觉能柔和了一些 这明天又要开始上班上学了 具体是个什么天气 赶快嘱咐嘱咐大家 好的 像这两天咱们省内的天气舞台 是被冷空气所掌管的 但是同时晴天也变成了固定嘉宾 中午前后到阳光下面去走一走 反倒还觉得是挺舒服的 今天我们是迎来了双降节气 这也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 通过大数据发现 双降节气期间 我国天气舞台相对平静 不过秋冬交替时期 也正是冷空气频繁登场的时候 明天依旧是一个大晴天 全省的阳光都是非常的充足的 特别的适合大家晒晒秋菜 也可以把冬天的被褥啊 衣服啊都拿出来晒一晒 同时呢 这一轮冷空气也是渐进尾声了 所以到了明天的时段 咱们多地的气温仍就是有一个 小幅度的下降的 全省的最高气温呢 是在11度到19度之间 相比较之下 其实早间的寒意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像明天早上呢 会有超过半数的城市 最低气温都将会降到零下了 尤其像是辅顺的这个城市 明天的最低气温就只有零下5度 所以早间呢 要减防霜或者是霜冻 另外呢 明天咱们省内的风雨并不算是很大 全省普遍的风力呢 都是只有3到4级的 只有大连的风会稍微地 大上一些达到5级 但是呢 省内也将会陆续地转吹为南风 冷空气势刚刚开始撤离啊 这体感温度上升是比较慢的 所以明天呢 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凉意应该还是挺明显的 各位呢 一定要注意好保暖 那下一个周二 随着冷空气的逐渐离去呢 冷空气离开之后 气温会开始出现小幅度的回升 但是最高气温也很难再超过20度了 到了周三的这一天 省内会有一次冷暖气团的碰撞 一场大范围的降水也将会随之展开了 那目前来看 雨量并不是很大 但是雨后的降温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多地的最低气温又将会重新的降到了零下了 那到了周六的这一天 会有新一轮的冷空气登场 那下周的第二场降水也将会抵达了 总之呢 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省内的体感也将会由凉渐渐的变冷了 大家的保暖装备也要准备出来了 好了 今天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各地详细的天气情况 沈阳晴零下4到14度 大连情8到15度 安山情3到13度 辅顺情零下5到11度 本西情零下1到13度 丹东情1到14度 丹东情2到17度 丹东情2到15度 腹心情零下4到15度 辅阳情零下1到14度 铁岭情零下3到12度 朝阳情零下1到19度 盘景情2到15度 葫芦岛情零下1到16度 这两天的天气正经都不错 秋高气爽的感觉 每每走在大街上 都有一种想拿出手机的冲动 因为此刻沈阳室外这种美 可以用美不胜收来形容 特别是路过银杏树的时候 满眼的金黄会让你感叹 大自然的色调 竟然会如此的饱满 各位 眼下可正是银杏最佳的观赏期 好景色 千万不要错过 每个季节似乎都是匆匆地来 而又匆匆地走 俗话说一夜之秋 叶子的颜色代表着四季的变换 那么在这个秋冬的季节里 最迷恋的风景之一要属银杏老 满树由绿色慢慢变成金黄色的叶子 是大家最贪恋的美景 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大家可以跟着镜头的方向来看一下 沈阳万柳塘公园这里的银杏路 特别的惹人喜欢 看到秋高气爽 心情非常高兴 我看还拍了很多美照是不是 喜欢这个季节 愿意看这个黄颜色的颜色 秋天的颜色 拍了很多照片 看这种景色感觉怎么样了 心情好 这是你刚刚照的照片吗 甩一甩是不是 颜色会更深一点 这个成像还可以 就是比较偏白一点 没那么新鲜鲜艳 提到银杏呢 大家对它的叶子也是情有独钟 因为它天然而成 独居特色这种扇形 也是大家喜爱的原因之一了 那往往在我们小的时候呢 银杏叶子呢 也是充满了很多人的回忆 无论是小时候呢 还是现在 每当我们走过银杏树旁边呢 看见掉落下来的叶子呢 都会有一种钟爱的感觉 也会情不自禁地俯下身 捡起一只自己最为喜欢的叶子 拿回家夹在书里 作为珍藏和纪念 目前 沈阳大部分银杏叶片 褪绿变黄 已经进入观赏期 预计今年 沈阳市银杏50%落叶时间 较去年晚6到7天 全部落叶时间较去年晚5到6天 预计今年 沈城银杏秋叶观赏期 可以持续至10月底 至11月初 最佳观赏期可持续10到12天左右 置身于这片银杏树下 你会发现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银杏树 无论是在道路两旁还是在公园里 它们都屹立不动 好像这守卫兵一样 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 我们会发现 现在这个时候 这个银杏树并没有完全达到 金灿灿的叶子的黄度 但是也可以感受到 它绿色和黄色之间 渐变的这种感觉 也是这个季节独有的魅力和景色 那大家也不妨在休息的时候 走出户外 来到大自然感受一下 这个季节独有的魅力 银杏在暖阳的渲染之下 美得如童话一般 好似一滴滚烫的金漆从天上坠下来 被风吹散在了枝头 落在地上 也叠成了一张软软的厚厚的金色毯子 美得让人流连忘返 如果您有秋意十足的美照 互动时间可以发给我们晒晒哟 对了您家附近有口袋公园吗 就是那种自家楼下 或者是走不远处的那个小小的公园 景观别致 虽小但五脏俱全 今天我们记者就来到了一处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 沈寮路与学院路交汇处的 小而美小而精的口袋公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沈阳市铁西区 沈寮路附近的沃达花园 那沃达花园听起来 是不是和我的花园是很像 那沃达花园呢 暂地的总面积呢 是2258平米的口袋公园 也是通过绿植 划分为休闲空间和活动空间 将其打造属于百姓自己的口袋公园 公园设置了中心广场 健身广场 南京厂三大活动区域 场地兼顾了休闲 社交 散步 健身等功能 该孔的公园的建设 改变了城市环境 同时解决了 人民对公园的需求 为游人提供了运动场所 并分担了社区压力 那沃达花园口袋公园呢 给我的第一感受呢 就是这个公园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季节的景色呢 也是特别的美观 五颜六色的小花 还有枫叶呀 挂满黄金叶子的银杏树 那不仅如此呢 公园也为附近商业的 办公区工作者呢 提供了工作之余的 散步小气的休闲场所 放松大脑 缓解疲劳呢 来到这个充满绿的口袋公园呢 自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个我家就住在这个附近 往上那个 以前那个环境吧 挺破的 建筑垃圾哪都是 堆得挺烂套的 往上现在建成这个口袋公园呢 没有事我就带着孩子下来 锻炼锻炼炼打打篮球 往上那个 这建设器材也按上了 现在我感觉挺好的 环境也改善了 这些树一到秋天 你看这景色也挺漂亮的 平时经常下来 家也是过来溜弯来的 对对对 家就是附近 每次是闲着的时候就留着一圈 觉得这个口袋公园建设在这怎么样 非常好了 就是初遍吧 没有什么去的地上 就是 我说是没事的时候 闲着的时候 还活着晚上啊 就是在这附近留着一圈 就是这边这个 像金头光的 这个黄色 红色也是非常好看 就是足部 那沃达花园口袋公园呢 还配备了健身广场和篮球场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 这个就是篮球场 那健身广场呢 还专门设置了 适合老年人的锻炼健身器械啊 那周围呢 绿树环绕 那我在这里也待了一会儿 阳光呢 也是特别的充足 也是附近的中老年人 健身啊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而篮球场呢 则是为年轻人呢 所开设的场地 满足了附近年轻人的运动需求 对对对 因为这个 口袋玩选址的时候吧 就是这个周边的居民 周边的小区刚建成 然后这边有那个 我们设计的时候 建了一个篮球场 然后还有那个健身广场 然后我们直辈这块呢 就选的五角峰 银杏 果怀 周边的百姓呢 也可以在家门口 可以欣赏 银杏 风树 这种秋色的景观 同时我们在周边 有种植了很多许根花卉 比如说居宇草 这个四季开花的 晚间的百姓和游人 也非常多 对这个股园 买度还挺高 刷新城市颜值 都起百姓幸福底色 头戴公园 为百姓着力打造的 就是这种推窗可见率 出门急入园 转角 欲见美的理想生活空间 你说咱老百姓的幸福感 不就来自于身边这些个小小的变化吗 当然还来自于囤秋菜 来看一下新连星给我们的留言啊 老北粉了 小姐晚上好 新连星你晚上好 我父母比较勤快 我爸是年年种菜 一点化肥都没上 都是绿色食品 现在开始囤秋菜了 白菜啊 萝卜呀 铁岭大葱啊 土豆啊 是应有尽有 我们家就三口人 我也没成家 年年都吃不了 几乎都给人了 我最爱吃的就是酸菜 自个家鸡的酸菜 跟买的酸菜呀 就是俩味 酸菜炖猪肉 炖大骨头 吃酸菜锅老毙了 我觉得比饭店都好吃 小姐呀 我就是离你太远了 如果我在沈阳 我会年年给你送酸菜 我家鸡的酸菜都相当好吃 我自己住 今天晚上自个儿煮的饺子 自己想吃点啥 就买点啥 一个人的饭 好做 新恋心啊 你家住哪啊 没事我可以开车去求 真的 自个儿家鸡的酸菜 就像新恋心所说的 他跟外面买的 可能味道就不一样 带着家的味道 和妈妈那种手艺的味道 新恋心说 自己一个人的菜好做 其实我感觉 新恋心是个挺坚强的小伙子 经常回家看看吧 老妈呀 天天扒着门框 等你回家吃饭呢 刚刚好 也是老北粉留言 猪霞晚上好 刚刚好 您晚上好 我家每年这个时候 都会买秋菜 白菜萝卜大葱 样样的囤一些 这好像是一种传统了 前几天呢 还晒了青萝卜 准备过冬当小菜吃 我今天呢 把这个腌好的萝卜 切成了萝卜花 然后晒一晒 看看我切的咋样 有样呢 我仔细看了看 咱刚刚好啊 虽然是很多的白头发 但是看起来 非常的年轻 有朝气啊 刚刚好 我终于看到你长什么样了 而且呢 我觉得你这个萝卜花 切得非常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上面正面 切这样的竖刀 然后翻一面 再另外切几刀 这样就成萝卜花了 是不是这样刚刚好 如果方便的话 你教教我们大家伙 这个萝卜哈 可以腌成那种 酱口的 就是咸口的 拿盐直接腌渍可以 也可以随时拿出来呢 用那种糖醋味道 去泡一下 也非常好吃 再放点辣椒油 就太逼了 刚刚好 教教大家伙 如何来切萝卜花 乳腺癌已成为 威胁女性健康第一杀手 身体出现这些症状 需及早就医 预防大于治疗 到底该如何防治 稍后听听专家怎么说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做人讲良心 诚信走天下 成立身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还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新北方 有三沟多粮香 特约播映 10月22日 0-24时 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155例 广东32例 内蒙古26例 山西24例 陕西16例 湖南10例 新疆8例 北京7例 浙江7例 河南6例 安徽5例 天津4例 重庆4例 江苏2例 云南2例 山东1例 西藏1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83例 截至目前 全国秋粮收获已达到10.78亿亩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 主产区已累计收购中晚到800万吨左右 南方地区中晚到正陆续上市 收购进度快于上年 最新数据显示 10月22日全国货运物流有序运行 国家铁路货运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运输货物1026.3万吨 环比增长0.56% 今年年底 我国将发射天舟5号货运飞船 和神舟15号载人飞船 实现6名航天员同时在空间站工作 下一步我国还将进行载人月球探测 月球科考基地的建设 火星采样返回 实施小行星探测等 通过这些重大工程 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 10月22日 在2022年国际泳帘跳水世界杯 女子担任十米台决赛中 中国选手陈玉希赢得冠军 全红缠收获银牌 这是中国跳水队 在本届世界杯收获的第六块金牌 现在都市女性个个都不容易 有的在职场打拼 有的在为家庭忙碌 还有一天是工作家庭两不误 不少女性朋友是忙完工作忙家庭 忙完老的忙小的 但是常常会忽视自身的身体健康 每年的10月份都是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月 这其实就是在提醒女性朋友 你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因为乳腺癌现在放眼全球 都已经成为了威胁女性健康的第一杀手 于2022年全球癌症流行病学数据表明 乳腺癌已首次超过肺癌 成为全球女性癌症第一大发病率的疾病 去年我们医科院总的医院 也就是我们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 大概全国的乳腺癌的发病率 大概在十万分之四十到五十这样子 整体上来讲乳腺癌发病率是不断上升的 临床数据表明越是发达地区乳腺癌发病率越高 乳腺癌耗发在45至55岁女性 姚凡教授说近几年在临床上发现 乳腺癌也盯上了年轻人 在我们临床上遇到这种年轻患者的比率 也是比之前要高很多的 包括像一些哺乳期 妊娠期 这样相对年轻的女性也是比较多的 记者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乳腺外科见到了崔女士 就在前不久她被确诊为乳腺癌 崔女士今年33岁 年纪轻轻的她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得这个病 我陪朋友过来看病的时候 我也就是合计做个检查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结果就可能是稍微有点问题 动她一下稍微就是能摸到 或者是触碰到一下有个笑笑笑东西 当回事没当时 当时没太合计可能觉得是上个火了 崔女士坦言她平时不疼不痒 所以并没有当回事 姚凡教授说乳腺癌就像一个沉默的杀手 病造早期在身体里 患者一般不会有任何的不适症状 早期的几个毫米的病状 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是处不到肿块的 另外一个这个时候 我们也没有一些特异的这样的症状 包括像是不是有一些疼痛 包括像是不是有一些自己觉得乳房的不适 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这些不适 这些可能症状都没有 那可能你就如果不看病的话 就是一个正常人 通常来说乳腺癌在早期 没有典型的症状和体征 姚凡教授提醒女性朋友 平时应注意定期进行乳腺检查 通过自己的主动检查 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刚刚的医生提到了 说不少的乳腺癌 早期患者都是不疼不痒的 这恐怕让电视机前的很多女性朋友 都有点恐慌吧 因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会有问题 大家伙先别过于害怕 虽然这个乳腺癌呢 称它为叫沉默杀手 但它也不是特别难以察觉 那首先呢就得是规律地体检 再有就是要了解自己 是否是高危人群 那么如何辨别呢 咱们听医生来教教大伙 说起预防乳腺癌的发生 很多女性朋友都很重视 张女士说 她认为哺乳之后就不会患病了 我一直都以为就是女性哺乳了之后 然后再得乳腺癌的几率会那个减小 为啥有这种想法呢 就是那个乳腺通畅了 然后就不容易得那个肿瘤的 她也不会在这个生完孩子之后 或者生完奶之后 这个以后就不再得了 只是说你像我们正常的认为 像哺乳呢 对乳腺癌呢 是一个相对保护的因素 所以说一般我们认为 两年以上的这种哺乳 可以是乳腺腺体的密度降低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发病率 姚凡教授提醒女性朋友 要关注自身身体的变化 日常生活中要学会自查 自检 那我们现在所谓的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其实这部分大部分是在医院实现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 现有的检查仪器 包括操生 像木把 像核磁 可以发现一些早期的 几个毫米的病灶 姚凡教授说 当出现乳房硬结 乳头分泌淡红色异液 乳头表面皮肤糜烂 乳头有轻度回缩 或是感觉腋下淋巴肿大等现象时 就应引起重视 及时去医院检查 病灶在早期很难通过肉眼辨别出来 所以定期体检尤为重要 女性朋友可以对着镜子在家里边 然后采用插腰这种姿势 然后在光线充足的地方观察一下乳腺的外表 有没有一些变化 包括局部有没有隆起凹陷 局部有没有一些红肿 包括乳头的内线 乳头方向的改变等等 专家建议20到40岁的女性 每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彩抄 40到45岁的女性 每年可做一次乳腺木拔检查 45到69岁的女性 每一到两年进行一次乳腺木拔检查 致密型乳腺推荐与B抄联合检查 70岁以上的女性 每两年一次乳腺木拔检查 说起乳腺癌 不少人都搞不清楚 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得的 我们来自遗传的因素 当然这个是父母给的 这是我们改变不了的 那它可能带着一些 它本身的这种易感的因素 包括一些可能乳腺癌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基因突变 那在这个大的基础上 那乳腺癌我们知道是一个 跟基数密切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肿瘤 姚凡教授说乳腺癌高危人群 要高度重视身体变化 在生活中更要注重饮食 一些含雌激素类的食品 就要尽量避免接触了 不是正规的这种化妆品 可能里边都会含有一些 激素或者是雌激素这样的成分 包括像以前改善我们女性 更年期的一些相关的 这类的保健品 可能里边都会含有一些 小剂量的雌激素的 这样的一些成分 那这种成分实际上 对于一个乳腺癌一感的 这样的一个女性来讲 那可能就会大大增加 她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这个事咱们全体的女性朋友 都得重视起来 千万别大意 提醒几点 第一个就是定期的去做体检 这样才能够及时的早发现 这个病灶 如果有家族遗传史的话 那么就更得在一感年龄 要增加检查的品次 另外日常生活当中 在说少上火 少生气 心态平和 健康作息 对于我们身体预防一些疾病 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液 现在正是秋收时节 农田里面一派防茫的一个景象 各种农用的机械设备 都在大显身手 但是在使用各类农用机械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加小心 避免意外的发生 不久之前在辽阳 就有一台收割机突然的起火了 今年10月16号下午一点多钟 辽阳灯塔市柳条寨镇清堆子村 一辆玉米收割机 在工作期间突然起火 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 迅速赶到了现场 此时一辆大型玉米收割机 正处于燃烧状态 周围还有大片未收割完成的玉米杆 火势有随风蔓延趋势 情况十分紧急 消防员确认机器已断电后 立即实施扑救 经过两个小时的奋力扑救 现场火势被成功扑灭 无人员伤亡 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使用大型设备的时候 咱可一定要当心 10月19日早晨6点多钟 辽阳灯塔市华子镇崔家村 有一名男子在收割玉米时 胳膊被卡在机器内 无法自行取出 情况十分危急 消防员到场后 经过现场查看发现 被困男子右侧手臂 被卡在收割机内 因长时间被挤压 男子疼痛难忍 经对机器结构的勘察 消防员决定 使用机动泵和液压扩张前 对卡住男子手臂周围的滚轴 进行扩张 仅仅经过7分钟的紧张救援 被困男子的手臂被成功移出 随后男子被送往医院 进行紧急救治 看着跟着揪心 各位当意外发生的时候 请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 来寻求帮助 寻求这样的专业帮助 如果在送医的路上 遇到困难或者是路程有点远 担心不能及时到达的话 记得还有交警能帮上忙 前几天咱们沈阳的一位市民 在使用农用收割机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手就绞进去了 虽然已经脱困 但是明显伤到骨头了 而现场距离医院 路程有点远 还好咱们的交警 开辟出了绿色通道 为他进行护送 18公里的路程 仅仅用了20多分钟就到了 2022年10月18日15时左右 沈阳市公安交警指挥中心 接到群众求助电话 称沈北新区一男子 在操作农用收割机时 将手绞入机器 伤势极其严重 需要紧急前往沈阳骨科医院就医 为了给伤者争取抢救的时间 沈阳交警指挥中心 立即开辟绿色通道 同时指派沈北 黄姑 大东三个区的交警大队 接力进行护送 我们这边接了警以后 赶紧就派警 就把这个车带过来 因为那个时段 咱们黄姑大姐还比较繁忙 他毕竟是从沈北 进入我们市区的 一个重要的通道 当时那一位车别 我们就派了一个警车去的 咱们警力接到了这个车辆以后 就沿黄姑大姐 一路给他带到重山路 然后从重山路走 杨思成告诉记者 这一路由于有绿色信号的保障 以及警车的护送 商者的车辆很快是离了黄姑区 为了更尽快地把这个商者 送到咱们谷歌医院 当时本来正常的话 应该出我们下去 就应该做交解了 不过呢 如果要交解的话 怕费时间 所以说咱们警车当时就选择了 直接把这个车辆直接 带到沈阳市谷歌医院 杨思成说 大东区的警力为了给商者 争取更多宝贵的治疗时间 提前跟医院进行了沟通 直接就赶到了谷歌医院 先给这个商者联系了绿色通道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商者 救助商者的这个车辆 一到大东区谷歌医院以后 这个谷歌医院的医护人 就已经等在那了 就很快地就把这个咱们商者 推到医院里面去了 18公里的路程 警方仅用22分钟 就顺利将商者送达医院 这也给商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我们也是尽量地要把这个 他在就医过程的这个 在路上的时间给他尽量缩短 让他能够尽快地得到救助 我们也相信 就我们的这些细致的工作 也为商者得到去受的救治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眼下正值秋收农忙的季节 也正是农机事故的高发期 所以提醒广大的农民朋友 在使用一些联合收割机 拖拉机或者是拖骨机之类的 机械的时候 要严格遵守操作流程安全作业 专业性比较强的建议 现场最后有这种专业操作的人员 在才行 切勿大意 那在这里呢 也要给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 还有什么的交警们 点个赞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流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 才可能会传 老婆 宝宝 妈妈 爸爸 皮特 别让流感影响家人 认准999抗病毒口服业 快来分享一下 青青全友给我们发来的图 看起来特别有食欲 他说猪霞晚上好 全友您晚上好 现在天气渐渐转凉了 羊肉是这个季节 必不可少的美食 所以我非常喜欢做这道 自然羊肉 选肥瘦相间的羊肉 热油下锅炒 配上切好的洋葱 炒的滋滋猛油 最后加入自然 还有各种的调料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上面记得放一个 像咱们青青全友 给咱们这个小香菜 点缀作用非常好 一看就非常有食欲 配上米饭吧 娜娜说 猪霞姐 今天休息日 我在家闲着 就尝试着腌辣白菜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一切交给时间吧 娜娜 准成 霞姐把话撂在这儿 等哪天 你在把这辣白菜打开的时候 给我们大家看看 一定发照片 稍微留点时间 让这个乳酸菌作用一下 带着酸甜口的 味道最好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请各位下载 我们的北斗绒煤客户端 收后是健康一身轻 不要走太阳 感谢ador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